接下來第十場 二班千四壓尾的 這組是特分區域 95分至75分的區域 好狀態是1245 8910 11 配備轉變是13 這隻掌聲 近期都試不同的配備 除了開防眼罩 錯大面枯 看看這隻知道必勝 其實它的狀態 今年復出越跑越好 馬身也做得很漂亮 這隻知道必勝 我覺得找何宅堯跑它 可能是對也不定 你也有情意傑在那裡 一定 再看這隻線路之聲 這些就是加州威勝、線路之聲 我覺得這隻馬不是急 它現在是很行 很暴露的狀態 但它的十二檔又卡了一點 是的 比例在線 這隻馬近期有些特別安排 因為1月3日報名試大閘 結果就沒有去試 變相彈了小閘跑 跳贏旁邊的側身馬 好 上次跑到第二 其實大家都平排很多馬一起衝 它不是較遲才出賽 美麗滿滿那些都贏得到 那一批馬是遲些才跑的 蒙茶巢 一先生在松化的出跳 很害怕 帶了臉箍 這一馬其實還在進步 但我自己想不明白 為何這些馬很開 都要隔這麼久才跑 這位一先生 差不多兩個月 是的 它跑到松化 慢慢再重新離開 重了十二磅 再看市集 人人之寶 外面那隻喜旺區 人人之寶當然是真的好 其實在第八場都是機會馬 千六有驗證 越來越油 至於那隻喜旺區 不要說什麼跑贏金槍六十 大哥 真是搞笑的 這麼說這些 金槍六十被人掩蓋 很少試 被人掩蓋 他掩蓋人多 但喜旺區我一向都很喜歡這隻馬 即是搶四歲 今天轉場來地試 現在又跑回千四 是的 這隻喜旺區很漂亮 早上有些台形出來 明顯是高班馬的樣子 這隻110 我覺得很貼地 開些步 看看這樣走回這條線上來 可以不可以 競材在前面 後面那隻美之苗 所以他一時時 自己走得順 他不換腳 他都頂得到 突然之間有馬 早看到馬 他可能沒有 又來了 Gibson 不怕這隻沒有油水 是 少爺仔 先說說受傷的報告 就是上次發現有大量血 所以輸了 不可能這隻才行 但不是這樣的勢 少爺仔以前強勁 這隻強勁 天池乖俠 先跑 先跑 千六跑完 現在再跑千四 你沒辦法 看餐吃飯 這隻知道再勝 其實絕對狀態不輸蝕 讓你知道必勝 當然兩隻馬 跑法不同 現在他雖然粗身大馬 但走過都頗輕盈 狀態真的非常好 天洛宜 他也是 他越來越游身 但我想他跑千六 其實這隻馬 可能 現在都要跑 四歲賽就 即是差四歲 動日升 繼續在二、三班之間浮浮沉沉 其實他這場我覺得也有得搏一下 因為他很少背輕磅 排內蕩 這隻馬漂亮 早上很放鬆 他總是要動來動他的東西 這次是要換個人 那你沒辦法 可能有些馬答應了 或者他跑得很密 好了 自勝者強 是缺貨 10月15日已經退出 休息了一個月 接著輪到一隻掌聲 近鏡87 它是一隻比較長身的馬 頸部有些粗壯 加了一些配備 我覺得它好像有點不自在 那隻馬 還在適應 甚至乎數到美麗海後 剛才你數下去 高東來了幾隻 加州威星 你忍生到美麗海後 我都覺得狀態非常好 來到美場的賽事 這些特分區 其實很多馬都侯著這些賽事 因為很多馬 首先難出頭 然後有些三班要背重磅 希望報這些賽事 背輕量和你去搏一場 所以這場都很平均 很多馬選 不僅僅我選擇這三隻 還有很多馬都很漂亮 除此之外 這三隻之外 譬如你說 天樂意 甚至知道必勝 美麗在善 一先生 都是可以想的馬 我為何覺得這場 有得去撐一下 因為我自己不喜歡 那隻自勝者強 我剛才給它一隻手指 我覺得它跳是完全沒有勢的 你說 說真的 它質素很高強 沒有人反對 但是你別人跑到火紅火綠 你才停完火出來排大外檔 而你熱門 你都贏的 那你很厲害 但我一定是搏其他馬殺他 另外就知道再勝利 可以考慮 所以我覺得美場這場特分區 真的要花多些時間 慢慢去延諾一下 因為你實際上 在大家拉得那麼緊疑 路程適應性 狀態操練裡面 別人其他馬不下於你的時候 自勝者強會熱門 這個都要小心一點 因為這隻馬試襲 那樣東西的勢頭差一點 我都是五的 喜旺區 因為我想它真的可以 跑到四歲賽的系列 因為其實這隻 我一向由新馬回來 都覺得很好的馬 然後一輪不行 又晚襲 然後又來地 追一下又轉配備 又可能撻一撻它 又試了一個襲 再拿出來跑 又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隻 方家柏 你看到很多馬 整隻手都出來都不差 又有草地 五號馬起旺區 我都一定會要 但是是否真的贏得那隻 我都不知道到時有沒有追 你預測它又會慢一點 然後又要轉彎外面 馬嵐 或者逃出去外面 踩油追 到時真的要撿生 希望有合理的賠率 讓你搏它跑第一名 因為這組實在太接近 其他邊線馬都很多 我數到14號 美麗蟹喉都那麼健康 1號知道必勝 然後又知道再勝 知道再勝其實都很好 我覺得這組馬都比較接近 你就要看看當日的賽事形勢如何 第十場賽事都簡單研究過 看看我們這次選了什麼馬 我選人人之寶 我選駕奏衛城 九場九 十場賽事又跟大家研究過 再提及一次大家 這次是跑星期日的1點證 留意天氣狀況 因為現在雨勢相當大 今天節目時間亦足夠 下次又跟大家研究過 拜拜